這一個案例叫做基底細胞皮膚癌 因為希望不要復發,做得徹底乾淨 所以我們的傷口都頗大 幸好技術都不錯,所以巴痕都頗美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講脫蜜 題目叫做脫蜜脫死人 其實脫蜜沒什麼可能是脫死人的 或是不漂亮的 不過如果你說是一個不專業的脫蜜 有時把蜜認錯了 那就可能會死人也不定 那什麼意思呢? 當我們認不到脫蜜 以為脫蜜是正常的蜜 但其實脫蜜本身是皮膚癌 沒有認真地做 或是用一個不正的方法做 一個皮膚癌 不然這個皮膚癌擴散 就真是死人 所以為什麼脫蜜要找專業醫生做 因為專業醫生不但做脫蜜 巴痕會更好看 不只是專業 做得多的醫生 有經驗脫蜜的醫生 有經驗脫蜜的醫生做的蜜會更好看 其實所有醫生都應該認得哪些是皮膚癌 現在就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我們香港常見的皮膚癌 比較多就是三大類 第一是基底細胞皮膚癌 第二是輪臟細胞皮膚癌 第三是黑色素瘤 肌底細胞皮膚癌 輪臟細胞皮膚癌 都有一些自己特性的樣子 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而黑色素瘤 我們經常都聽到 那些人說ABCDE 為什麼ABCDE呢 因為很容易記 很容易記 要讓病人 普通人都要懂得分應這些變化 讓大家有個心理 有個認知 因為黑色素瘤 是最容易有生命危險的瘤 因為這隻黑色素瘤 這隻皮膚癌 是抗散得最快的 所以我們要普通人 都要有些認知 不是只要醫生 ABCDE A就是 asymmetry 不對稱 B就是 border 邊界不清晰 不清楚 不規則 C就是顏色 不一樣顏色 古古怪怪的顏色 在所謂的膜裏 在皮膚癌裏 D就是我們說 Diameter 直徑 直徑很多時候 大於6mm 應該要小心一點 還有就是 Difference 不同 這顆膜跟身上的其他膜 是有些不同的 樣子不一樣的 我們要小心一點 這顆膜 所謂的膜 是不是真的是膜 E 就是Elevation 它是否有突出 還有它怎麼變化 它怎麼變化 它怎麼一路 變大 變得不規則 變變 有什麼轉變 這些就是 我們在說 黑色素柳 一定要認清楚 因為是一個最危險的 皮膚癌 今天要講這個案例 就是一個70歲的婆婆 就來找一個脫膜 看看這個 這個樣子 都很像那顆膜 其實 但是它生的時間 比較短 可能一兩年 也看著它長大 你看看這顆膜 其實樣子都很像 肌理細胞皮膚癌 那樣子 就像這樣 跟我們平常見的膜 有些不同 這些基底細胞皮膚癌 那有些什麼症狀呢 我們看看這張圖 其實就 有一個描述都幾準的 它就叫做 光亮圓潤 那有時候 你看看這顆 都是幾 幾 光亮 幾圓潤 可以是黑色 可以是粉紅色 這樣透明 那其他的症狀 例如它 可能有些 有些 中間有些痣狀 它可能是有些 中間有小痣狀 中間有些痣狀 這些是 就是 也就是 好像中間有些痣痣 有些 衹養 好回來 又結膠 又掉了 又損了 又不停 就像一個循環 永遠無法治療 這些都是一些基底細胞皮膚癌的症狀 所以都要認清楚 普通人可能認不到 但專業的醫生應該不會認錯 一看 阿婆 這顆不是激光脫蜜 我不幫你做激光脫蜜 因為這顆很大機會是皮膚癌 要割掉它 終於那位婆婆都決定割掉它 拿去化驗 整塊割掉了 這塊就割掉它 拿去化驗 然後亂針 亂線 這個就是化驗報告回來 可以看到很清晰 寫得清楚 是一個基底細胞皮膚癌的一個 皮膚癌病 癌病邊 這一句很重要的就是 邊界清晰 尤其是皮膚癌一定要邊界清晰 要割得乾淨它就不會復發了 這顆肌底細胞皮膚癌 這顆肌底細胞皮膚癌 已經被我完全割乾淨了 應該就不會復發了 看一看這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看一看這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接著就要割線 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左右 你看看這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之前已經拆了一些線 這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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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很漂亮 亂針量都很好 很有技術 但是呢 就算很有技術 那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也不是馬上漂亮的 這個肌底細胞皮膚癌 這個肌底細胞皮膚癌 這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不過呢 再給點時間等下 我們再給一年半左右 這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就是我們說 年多兩年左右 再拍的 可以看到那塊肌底細胞皮膚癌 再漂亮一點 已經差不多多角 也沒有辦法 兩年三年都沒有辦法 已經乾淨了 來應就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 就不是立戀 找人做脫膜 一定要找個專業醫生做 不但只 要一個專業醫生 他的經驗多些 經驗多的專業醫生做 他不但會比較漂亮之外 我們都會有個保障 因為我們所有醫生都會認得 哪些是皮膚癌 看得多的認得更快 看這個不是正常的膜 麻煩你用別的方法做 不是說激光斷膜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就說到此為止 好嗎? 我們遲些再跟大家說 第二個特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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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